锅中倒入两汤匙的橄榄油 然后放一些姜片进去煎香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杰里 把两个干葱头切开 不需要切的太小 像这样子大大颗的就可以了 你们今天好吗 请留言告诉我你们身边的开心事吧 然后再来切两颗沙姜 沙姜是这道菜的灵魂 所以煮这道菜以前记得买沙姜哦 还有五颗大蒜 把它压扁就可以了 不用切碎 哇 姜片鱼煎得很香咯 把切好的香料也一起放进来 把它炒香 翻炒一下 让香料收热均匀 再来切一把葱白 把它切成两段就可以了 把葱白也倒进来 然后把火力调小 把香料煎到两边激滑色 大概需要五到十分钟 我这里有两块猪颈肉 大概五百公克左右 我会用斜刀的方法把它切成薄片 大家在这一步操作的时候要小心哦 尤其是烹饪的洗手 慢慢切 不要切到手咯 我也是切得很慢 还是要注意安全啦 好啦 已经切好咯 现在用一茶匙的糖 三茶匙的酱油 还有一茶匙的老抽 一茶匙的蚝油 给猪颈肉调味 把猪颈肉和调味料充分搅拌均匀 要看到酱汁被完全吸收了 那就OK咯 把火力调高 然后把猪颈肉倒进锅里 尽量的把它铺平 让它受热均匀 然后倒入大概20毫升的药酒 激发食物的香味 把火力调到中小 盖上盖子大概煮五分钟左右 哇 好香呀 看到已经流口水了 再来把葱叶切成两段 然后把它加到锅里 这样会更香哦 把锅底的汤汁和猪颈肉搅拌均匀 让每一片的肉片都能沾上酱汁 这样吃起来才够香才够好吃哦 哇 真的好香啊 你们有没有看到肚子很饿呢 我不客气啦 嗯 超级好吃的 很爽口 很香哦 超好吃的 你们是不是也很想吃呢 那就不妨试一下煮吧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影片 请点按赞留言告诉我吧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哦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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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